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八十一的照明品 所谓照明 我们看一下经文的第二 瓜乎一 佛告徐佛提 菩萨行般若时以方便利固 行不思波罗蜜 不得失 不得失者不得受者 也不远离这些法来行不思波罗蜜 是者照明菩萨道 就是取照明两个字 来作为这一品的品名 照明的意思在论有解释 照明就是具足 跟具足是同一个意思 所以照明菩萨道的意思就是具足菩萨道 能够得到佛道 那就名为具足 就是它的目标 是成就无上菩提道 这叫具足 所以这一品就是在说明如何能够具足菩萨道 好 我们看经文 以方便利行菩萨道 而得佛果度众生 须菩萨请问佛 如果菩萨行六度十八宫三十七道品 佛十利乃至十八不共法 如果不具足菩萨道的话 是不能够得无上菩提的 那请问世尊菩萨要如何才能够具足菩萨道 而得无上菩提呢 佛回答 举布施波罗蜜 来说明 佛告诉虚佛底 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十 以方便利固 行布施波罗蜜 行布施波罗蜜 要三轮体空 不要执着布施 不要执着施者受者 亦不远离 布施施者受者 这些法来行布施波罗蜜 有人误会以为三轮体空 既然施者也是空 受者也是空 布施的物也是空 那我就不要去布施了 这里所说的 其实是 也不远离这些法 你还是要去布施给众生 还是要去实践 还是要拿物品或者是说法 来布施给众生 所以不要执着有 也不要执着空 这样子来修学布施波罗蜜 等 适者造明菩萨道 也就是具足菩萨道 如是菩萨以方便力 故具足菩萨道 具足之后 能得无上菩提 同样的 慈戒忍入精进禅定 智慧乃是十八部共法 也都是如此 底下 以方便力学般若 无取着 得无上菩提 底下换摄利福来请问 之前是具布提 现在是摄利福 摄利福请问佛 菩萨如何修学波尔波罗蜜呢 佛告诉摄利福 若菩萨行波尔波罗蜜 以方便力故 不坏色不随色 不坏色不随色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角注三 在讲义的二六四五页 角注三的瓜胡二 玄奘大师 这里是翻成 不合格色受想行事 不离善色受想行事 不坏就是不离善 不随就是不合格 这是 玄奘大师不同的翻译 那论有解释 我们看一下论 二六五六页的讲义 举色 来说明 不坏色跟不随色 讲义二六五六页 中间 阿拉伯数字二 不坏色 色不坏者 不原 四色无常 不原 四色 空无所有 如果色坏的话 那就是无常 那坏了色就 变成空无所有 但是这里说 不坏色 你不要 执着色是无常 也不要 说色是空无所有 这叫不坏色 那不随色呢 底下有三家的说法 第一个 是不取向生酌 比如说我们眼 见色 那有的人就很容易 执着 取向产生执着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不如眼见色 取向生酌 比如说阳眼 或者是海市蜃楼 你虽然是真的是 看见了眼睛看见了 但是呢 它不真实 不要误以为 它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不随色 第二 不堕 常 无常等 二边 复次不说色是常或无常 是苦或乐 是明不随色 因为在诸法实相中 它是离世纪 绝百非 常也不对 无常也不对 苦乐 我无我 净不净都不对 因为 因为常 无常等 都不是色的实相 毕竟空相 那不会有 常或无常的分别 所以不堕 常无常的二边 这称为不随色 再来 不生种种外道邪见 外道 有的主张 色 它是从自性中来 或者是性中来 是性就是自性的意思 有的认为色 那是从微整中来 有的又主张 是从大智在天中来 有的又主张 是从时间中来 有的又主张色是自然生 有的又主张 无因无缘而生 但是我们知道 色的诸法实相 都不生 这种种外道的邪见 色 其实是因缘生 因缘生 无自性生 其实就是无生 并不是如外道这里 所说的 从事性为成 或者天 或实 或自然生 如是等 明为不随色 不坏色 好 那我们回过来 看经文 2644页 最后一行 何以故 这个色 是无自性的 是必尽空 是因缘和合 所以因缘 只不过是因缘的聚合 跟离善而已 并没有实在的法 从何而来 或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是自性空 没有实在的自性 可离可离可离可合 不只是是如此 是也是如此 受想情事都是如此 社利福 菩萨行波尔波罗蜜 以方便利固 布施波罗蜜 不坏不随 为什么 因为布施波罗蜜 也是自性空 乃至十八不共法 也是自性空 都是不坏不随 不要分别 是常或无常 是构是静等 底下 由修学般若 得无上菩提 社利福请问佛 如果诸法 都无自性 可坏可随的话 那云和菩萨 能修学 波尔波罗蜜多 所学处呢 我们对照 角柱六 宣章大师的翻译 若一切法 都无自性 可合可离者 云和菩萨 引发 波尔波罗蜜多 于中修学 如果一切法 都是毕竟空 都无自性 那如何引发 波尔波罗蜜 而安住于 波尔波罗蜜中 来学呢 会顾菩萨 如果不学 波尔波罗蜜 那是不能够 得无上菩提的 但是我们想学 波尔波罗蜜 但是一切法 又都是无自性 可坏可随 那我们如何引发 波尔波罗蜜 而于中修学呢 佛回答 那必须要有方便力 方可证得 佛告诉瑟利弗 如你所说 如果菩萨 不学波尔波罗蜜 那是不能 得无上菩提的 如果能不理方便力 那才能够证得 无上菩提 若菩萨行波尔 若有一法 有所得 或许我们应该取用 可是一切法都不可得 那如何取着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见 这法有自性可得 或许可以取用 但是一切法是必经风不可得 既然不可得 你怎么可以取着呢 所以不应该 分别取着 这是般若 那是禅波罗蜜 这是精进 那是忍辱 此戒 不失波罗蜜等 也不要取着 这是色受想行事 乃至 无上菩提 我们对照一下 角柱八 贤上大师的翻译 诸菩萨行身波尔时 若见有法 自性可得 则应可取 交友实在的自性的话 或许可以取 但是 不见有法 自性可得 当何所取 其实一切法 都是自性空的 怎么取呢 所谓不取 此事不耳不罗蜜 乃至不取 此事不失波罗蜜等 像这样 五蕴等法 乃至 无上不利 都不可取 是波尔波罗蜜 不可取向 即使是一切诸佛的功德 也都是不可取向 世民不取 波尔波罗蜜 乃至福法 也就是如实了之 波尔波罗蜜 乃至 佛的一切种智等功德 都不可取着 这是菩萨所应学的 菩萨于世中学时 学相亦不可得 即使我们这样学 也不要产生执着 我学很多法 连这个学 都不取向 于一切法都无所得 这样的学相尚且不可得 何况 波尔波罗蜜 还有佛法 菩萨法 必知佛法 神文法 凡乎人法 为什么呢 诸法 是没有少许 时有自信 没有任何一法 是有实在自信的 像这样子 没有自信的诸法 也就是一切法 都是无自信 都是非实有 既然是非实有 依何等是 你可以了知 这是凡夫 这是二圣 这是菩萨 这是佛 就是一切法 都是毕竟空 那你也没办法分别 这是凡夫法 或者这是二圣法 这是菩萨法 这是佛法 也就是说 一切法都是毕竟空 那你如何来施设 这是凡夫 这是凡夫法 这是二圣人 这是二圣法 这是菩萨 这是菩萨法 那你又如何分别 这是佛 这是佛法呢 所以这里说 如果没有诸贤圣 怎么会有法可得呢 就是佛都不可得了 那你怎么会有佛法可得呢 同样的 二圣的圣人都不可得了 那怎么会有二圣法可得呢 人跟法 它是因缘相依相待的 这些法都是 人去修学或成就的 对不对 人都不可得 哪有实在的这些法可得呢 同样的人 也是具备有佛的功德 才称为佛 所以人跟法 这都是因缘相待 都是无自信 底下 施利佛请问 如果诸法是无自信 非实有 没有根本实事可得的话 那我们如何分别了知 这是凡夫 这是二圣 这是菩萨 这是佛呢 如果诸法都是无自信 都非实有 你又如何分别 凡圣的差别呢 佛告诉射利佛 凡夫人 所执着的色 有实在的自信 可得吗 凡夫人执着色 受想行事等 但是我们请问 但是我们请问 这些色 是实有的吗 是有实在自信的吗 射利佛回答 佛也是尊 凡夫只不过是因为颠倒心的缘故 才误以为色等诸法 是有自信 是实有 不只是色 受想行事 乃至十八不公法 也是如此 本来都是毕竟空 而凡夫颠倒心 而互以为是有自信 是实有 菩萨行般若实 以方便利固 见诸法无自信 无根本实施可得 而又能够发 无上菩提心 菩萨 知道诸法无自信 但是不妨碍 发菩提心 射利佛请问佛 云和菩萨行般若实 以方便利固 见诸法无自信 无根本实施 却又能够发无上菩提心 佛告诉射利佛 菩萨行般若实 不见诸法 有少许 的自信 可得 也就是菩萨 都不见有 少许的实法 可予以中注 如果有实法可注的话 就会退没 就会生谢待心 我们参考 玄奘大师的翻译 角注十四 佛告诉射利子 不见有 不见有 死好的实法 可予中安注 如果 好在菩萨知道一切法 是毕竟空 没有 一个丝毫实在的法 实有 可以于中安注 所以没有挂哀 也不会退没 不会起谢待心 射利佛 诸法根本 实无我无所有 性常空 诸法本来都是毕竟空的 从本以来 就是空的 但 颠倒与之故 所以一般的反复众生 才会执着五运 十二处 十八戒等 底下谈 以菩萨成就故 能度众生 而无众生为我所度 首先 以方便力 为众生说法 分两项 一个是说 世间善法 一个说 出世法 菩萨建诸法 无所有 毕竟空 性 常空 自性空实 行 波尔波罗密 自立如幻师 为众生说法 就是菩萨 为众生说法的时候 自己就像幻师一样 众生 就是幻师所变化出来的 这些人 既然是变化的话 不要执着 他是石油 所以 即使菩萨为众生说法 自己要这样想 我就像幻师一样 众生就像幻师所变化的人 也就是要了解 说法者 是毕竟空 听法的众生 也是毕竟空 对众生 他有不同的烦恼 就分别为他解说 气里气急的法门 如果有千贪的 就为他说不识法 有破戒的 就为他说持戒法 有称慧的 为他说忍辱法 懈怠的 就为他说精进法 有散乱的 就为他说禅定法 与此的人 就为他说智慧法 这里都没有用波罗密 所以说是世间善法 底下才说出世法 令众生 住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斩定知慧 然后 为说圣法 命他处理三戒之苦 那修学这些出世法 才能够得二胜果 就是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还有必知佛道 甚至得无上菩提 射利福 白佛言 菩萨 得 众生无所有 就是虽然是这样子度众生 也能够知道众生是毕竟空 即使知道众生毕竟空 还能够交众生 令他们不失此戒 乃至智慧 又为他说圣法 令他处理生死之苦 以示法固 就是为他们说出世法 令他们得二胜果 乃至无上菩提 射利福说 是菩萨这样了解众生 无所有 又教他们这些法 令他们得三胜道果吗 佛告诉射利福 菩萨行般若时 没有有所得的过失 有所得就是实有 因为菩萨知道众生毕竟空 他也不执着我是说法者 所说的这些法 他也不执着 他就像幻师 来为幻化人说法一样 他没有实有的过失 为什么呢 菩萨行般若时 不得众生 就是他 观众生是毕竟空 但空法相续故 名为众生 众生只不过是五蕴假合 那这五蕴法也是信空的 也就是信空的五蕴法 相续 假名为众生 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五蕴 也不是有实在的众生 菩萨如果能够这样子为众生说法 那就不会堕入有所得的过失 菩萨 一帝就是圣者共许的真实 彼此圣者共证 主法实相 二帝中 众生 虽不可得 毕竟空 当中 众生当然不可得了 即使是世俗地中 众生也不是实有 他只不过是假有的 假名安利的 二帝中 众生 虽不可得 菩萨行般若 以方便利固 为众生说法 众生 听闻法之后 他领悟到 今世的我不久住不自在 尚且不可得 现在的我都不可得了 那将来的我还可得吗 将来 正得的无上菩提 可得吗 所以 众生听闻菩萨说法之后 他领悟到 今世的我不久住 尚且不可得 何况 未来世 得无上菩提 即所用法 我们要正得无上菩提 你是修学六度 十八空 等等这些法 那这些法 当然也是不可得 如是菩萨行般若时 以方便利固 为众生说法 尚且不可得 是菩萨行般若是菩萨 旷大 旷大就是开阔广大 无有法可得 若一相 异相或别相 就是 这诸法 一相 异相或别相 都是不可得 都是不可得的 在角注二十五 玄奘大师的翻译 除了别相以外 也有提到总相 我们看一下角注二十五 此诸菩萨 虽于诸法 不得一性 不得异性 性跟相 意识之间 翻译有时候不太一样 意思是相同的 性跟相 有时候是没有差别 有时候有分别 相比较着重在外相 性比较着重在内性 不过这个地方 是指同样的意思 不得总性 不得别性 也就是菩萨知道 毕竟空 不会分别是一 是意 是种 是别 不做这种差别观 而批 如是大功德楷 批功德楷 罗什大师 他翻成大势庄严 他批功德楷 就是以这功德 来庄严菩萨 所以菩萨的庄严 他并不是 以华丽的衣服 擦粉抹烟织 来庄严 不是 他是以大功德 来庄严 大功德楷 这个楷是护甲 就避免魔 烦恼 来入侵 那菩萨 有这样的智慧 不会落入 依 亦 种 别 的差别 以功德 来庄严自己 用事庄严固 他就不会 升 到 三界 中 也不见 有违性 不见违性 而于三界中 度化众生 那也知道众生 是毕竟空不可得 何以故 众生 不服 不解 也就是菩萨 知道众生 是毕竟空不可得 众生是毕竟空的话 那就没有 细服 或解脱 没有实在的众生 那哪有 众生被细服 或解脱呢 那没有细服 就是 没有染污 没有解脱 那就是没有净 那个细服 配合后面的够 解脱 就是清净 所以不服 不解 也就是不够 不净 无够无净 无分别无道 我们一般说 有清净的业 才会生到 仁天的善道 那如果是染污的恶业 那就是有够 就会堕入善恶道 那有够有净的分别 那才有人天善道 与善恶道的差别 那现在既然说 无够无净 那么善恶道的差别 就不可得了 就不必再分别五道了 无分别五道故 就是没有善道恶道的话 那就是无业无烦恼 因为业道的轮回是由 或业的因而感到这个过 无业无烦恼故 亦不应有果报 亦是果报故 生三界中 佛回答 佛告斯利福 如是如是如你所说 如果众生先有后无 诸佛菩萨就罪过 诸法五道生死也是如此 如果先有后无 那诸佛菩萨就过罪 其实诸法是从本以来空 所以并不会有先有后无的过失 今有佛无佛 诸法相常住不便义 在这诸法实相当中 尚且没有我众生 受者命者智者见者 我都不可得 那怎么会有五蕴等法 如果没有这些法 那怎么会有五道轮回呢 那如果没有五道的话 那菩萨又怎么会从这五道 把他救把出来 安置 令他安处于出世间的涅槃中呢 这里就是说 有佛无佛 诸法都是必尽空 不便义 在诸法实相当中 我空法空 既然是法空 就没有五道 所以即使佛菩萨度化众生 他也不会执着有实在的五道 那把众生从这五道 就把出来 令出世间 社利福 诸法性常空 以示故 诸菩萨从过去佛 听闻法相而发 无上菩提心 听闻法相 就是听闻一切法 自相空 听闻一切法 自行皆空 而发无上菩提心 在此中 我有法 我当得 当得就是未来会得到 也没有众生 定着处法不可出 就是 众生所着的这个世间 其实也是自行空 非实有 并不是说 有一个实在的世间 众生 堕在这个地方 那那个地方 是 决定 是有决定性的 其实不是 所着处 他也是 自行不可得 所以只要令众生 知道 诸法实相 毕竟空 他不起颠倒 那就可以处理了 但是 虽然说世间 三界五道是必尽空 但是 众生因为颠倒 执着 所以还是在三界轮回 我们对照一下 角注二十六 前生大师的翻译 诸菩萨从过去佛 听闻一切法 自信皆空 罗斯大师翻成法相 也就是一切法 自信空 但诸有情众生 颠倒执着 文以 如实 系念思为 未度脱 众生颠倒执着 求居无上 正等菩提 那于求 无上菩提的时候 不这样子分别 我于此法 以德当德 另比友情 以度当度 所执着处 生死众苦 就是 不会执着 我已经 把众生 从生死苦当中 就把出来 生死苦 其实 也是毕竟空 众生因为执着 而不得处理 我们只要让众生 不起颠倒执着 他自然就可以 处理了 以事故菩萨 发大事 庄严 就是 以功德 来庄严 自己 常不对转 与 无上菩提 菩萨 不起疑惑 我将来 没有办法得 无上菩提吗 或者是我将来 一定能够得到 无上菩提 他不会起这样的疑惑 犹豫 他其实如果 如法而行 又不执着 众生 不执着一切法的话 其实将来 是会得无上菩提的 得无上菩提之后 以真实法 来利益众生 令众生 从颠倒中 能够处理 瑟利福 譬如幻师 做百千万亿人 化作百千万亿人 给他们种种饮食 令他们饱满 那这个幻师 他会 自己很 欢喜的 高喊着 我得大福 我得大福报 会这样子吗 他变化很多 这些 幻化的人 给他们饮食 他自己会自以为 得大福报吗 与主义云合 幻化这么多人 有人 吃得饱饱的吗 佛也是尊 毕竟这是幻化的人 那你不施给这些幻化的人 自己 洋洋得意 说你得大福 这是 这是 不可能的 佛眼如是 菩萨从出发意以来 行六度 四禅 四五亮心 四五设定上七道品 十四空 这个在其他版本 放光般若 还有 大般若经 卷四百七十五 都是谈十八空 三解多门 乃至佛实力 十八不公法 具足菩萨道 成就众生 尽佛国土 无众生法可度 文对照 角注 三十一 贤正大师的翻译 就是诸菩萨虽然 做这些事 也就是行六度 乃至 修佛的实力 十八不公法等 而于 有情及一切法 都无所得 对众生 对皆法都 关闭尽空 他不会这样子 想 我用六度等法 来调伏 这些众生 令众生远离 颠倒执着 不再轮回 生死之苦 这个意思 就像 金刚经所说 我应 灭渡一切众生 灭渡一切众生 以 而无有一众生 使灭渡者 他还是要渡众生 但是 不要执着 有一个实在众生 被我所渡 修佛理 白佛言 世尊 何等是菩萨 摩萨道 这里是谈菩萨道 我对照了梵文本 两万五千颂 这边是谈菩提道 所以菩提道 菩萨道 有时候在 经论里面 有时候互用 那我们就随顺 罗什的翻译 菩萨道 菩萨 行 菩萨道 能够成就众生 庄严佛土 所以什么是菩萨道 就是要修六度 十八空 乃至圆满佛功德 还要沿途熟生 那我们对照 角著三十三 显生大师的翻译 诸菩萨从初发心 所行六度 所行十八空 等等 皆是菩萨 大菩提道 显生大师 他就翻译成菩提道 诸菩萨摩萨 修行此道 方便善巧 成熟 佛有情 庄严佛国土 很快可以证得无上菩提 但是 无有情佛土等下 虽然沿途熟生 但是却不执着 有实在的净土 可得 有情可度 所以这里就提到两种药形 也就是成就众生 还有状元佛净土 底下广明 分成两项 先谈成就众生 成就众生 这里分成两项 一个是别约六度 来广化众生 另外 在讲义二六五三页 下面 以六度道品 成就众生 一个是六度 一个六度之外 还有三十七道品 我们看讲义二六四九页 须不提问 云和菩萨行布施布罗密 成就众生 佛回答 有菩萨行布施布罗密时 自己布施 也教众生布施 那怎么说 诸善男子 你们不要执着布施 如果你执着布施的话 那还要来三界受身 那到三界受身的话 还要多受重苦 这就很重要 就是我们即使行布施 但是一执着布施的话 即使修善法 都是有肉善 就是夹杂的烦恼的善 那既然是有肉善 一定是感得有肉的三界 过 那感得三界的有肉过 那一定还会在三界轮回 受苦 所以这里 菩萨自己布施 自己布施 也教众生布施 还要告诉众生 也不要执着布施 如果没有跟性空相应 执着布施的话 那只不过是感得有肉善 还会在三界受身 福报享尽 还是会受苦 诸善男子 诸法识相忠 无所施 无施者 无受者 就是三轮体空 这三法 自性都是空的 这性空法 不可取 不可取向 是性空 如果有相可取 那就不是真正的性空 性空诸法识相 是不可取向的 如是须不得于 菩萨行布施时 布施众生 以这当中 不得布施 施者受者 会以故 无所得的布施布罗蜜 那才是真正的布施布罗蜜 菩萨不得三法固 能交众生 另得二圣果 甚至得五上菩提 像这样子 菩萨行布施波罗蜜石 成就众生 就是他交众生 布施要以性空相应 要无所得 不要只是敢有漏果 另外在如何成就众生 进一步 以四种正形修布施 生富贵处 又以四色法 摄取众生 领修到德国 四种正形 以布施来举例的话 就是自己修布施 也教别人行布施 还有赞叹布施的法 还有欢喜赞叹 行布施的人 第三是赞叹法 第四是欢喜赞叹人 菩萨这样的布施之后 他会生到 人天 在人 可以感得 岔利大姓 婆罗门大姓 还有居士大家 或者是做小王 或者转转圣王 这时 以四色法 来摄取众生 也就是布施 爱与 立行同事 以四色法 色化众生之后 众生 渐渐助于 清净的戒 还有四禅 四五亮心 四五色定的禅定 另外 还有三四七道品 三解脱门 得入正位中 正位就是正姓离生 二圣 他入正姓离生 见到之后 就可以得 出国二国 三国四国 如果是独觉的话 入正姓离生 可以见次得 必知佛菩提 如果大圣 入正姓离生 得无声法人 他可以见次 去向 正得无上 菩提 这样子 对众生说 诸善男子 各位应当要发 无上菩提心 这无上菩提 并不难 无上菩提 很容易得到 无上菩提 为什么容易得到呢 后面的人还会再解说 何以故 无有定法 众生所着处 众生所执着的 其实也不决定 也没有实在的自信 所以众生只要了解 自信本空 就可以远离执着 但是众生因为颠倒 故 所以产生执着 事故 如当自离生死 也应当教别人离生死 如等 当发心 能够利益自己 也利益他人 菩萨应如是行 布施波罗蜜 行布施波罗蜜因缘故 从初发心以来 忠不度恶道 常做准人圣王 会以故 谁己所种 得大果报 种下善因 就会得善果 菩萨做 转人圣王时 看到有别人 来乞讨 做这样的思维 我不畏于事故 受转人圣王果 我纯粹 是为了利益借众生 这时候 做誓言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即使我的身体性命 也是你的 因为我是为了众生 才来受生 你不必感到为难 我无所吝惜 我是为了众生 故 才来三界 受生死 我是怜悯各位 我具足大悲心 行大悲 来利众生 也不得有实在 决定的众生相 就是知道众生是空 但有假名故 可说是众生 而名字也是空 就是知道 依然众言合合的众生 这是受假 名字也是假名 名讲 如回想生 实不可说下 菩萨 应如是行 不思不揉密 于众生中 无所吝惜 甚至连 自身的肌肉 生命都不吝惜了 何况是外物 当然 更不会吝惜 以释法 故 能够 令众生 处理生死 何等释法 就是以何等知具 来设受有情 令众生 得到 解脱 所谓 六波罗蜜 乃至 十八功 不共法等 定众生 从生死中 得到解脱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